第九章 耶稣所介绍的宝慧师的事工 但我要重复那里拆宝慧师来 就是重复出来真理的圣灵 他来了 就要为我做见证 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 耶稣所介绍的宝慧师的事工 关于宝慧师圣灵 耶稣是这样介绍的 第一 宝慧师一旦降临在人身上 就永远不离开他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说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第二 宝慧师来 叫人想起耶稣的话语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说 但宝慧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第三 宝慧师来 就会为耶稣作证 换句话说 为耶稣辩护 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说 但我要从父那里拆宝慧师来 就是重复出来真理的圣灵 他来了 就要为我做见证 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之前 宝慧师不需要来 宝慧师一定要来 是因为无罪的耶稣 却被当着罪人冤枉受死了 假设耶稣受死之前 圣灵就来到世上为耶稣辩护 结果会如何 那么耶稣就不会受死了 这样一来 人类也就无从得救了 第四 宝慧师来 就会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中 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说 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 原文做进入一切的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真理是什么 耶稣说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 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中 意思就是说把我们引入父的话语中 为了得到宝慧师圣灵的带领 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 不被圣灵充满的人 根本看不到自己要走的路 我在重生之前 在乡下过着贫穷的生活 对此我很感谢 假如我出生在都市中 就会为了出人头地而埋头苦穴 假如我在有了许多知识后 才被圣灵充满 才认识了上帝的意图 那么我可能会莫空一切 傲逆置若 但直到成为传道人为止 我从未在都市中生活过 在乡下 放眼看到的尽是田笼 几乎不存在文化生活 在这样的乡下再怎么读书 顶多只是印制读书的水平而已 这虽是我的一大弱点 但我感谢上帝让我有这样的弱点 因为正是他让我今天也能保持千倍的心 我很清楚 自己若不被圣灵充满 就什么也做不了 我没有后台 没有本钱 也没有可能帮助我的亲戚 我就好像是墙头上的冬瓜 被风刮掉下来一样 没有任何依靠 得到圣灵的带领之前 我不知所趣 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如何去做 但被圣灵充满之后 我很清楚自己要走的路 传福音就是我的路 对此我毫不疑心 无论前面有什么样的阻碍 我确信只要走上这条路 就能畅达的走下去 我对无事可做 到处彷徨的人这样说 你如果认识耶稣 认识福音的话 就不会成为失业者 你前面有路 问题在于你现在看不到这条路 所以从现在起读经吧 读一百遍圣经 直到上帝呼召你为止 不停读吧 当在面前的现实 再怎么残酷无奈 只要读经 再读经 早晚上帝会把这个人招来使用的 大卫因为有信心 所以他前面有路 站在非离世人面前的大卫 虽然手里只握着几个食指 但他有胜过对方的路 他虽然只是个少年 但他去战场也有路 夹在政治园中也有路 在自了文明与文化游自的地方 也有能冲破文明 超脱文化的路 无论谁 只要正着地读一百遍圣经 就能清楚地看到要走的路 我起初读圣经的时候 俄别已动的故事 最令我感动 大卫从雅比拿大家 把约会抬回来的时候 有乌煞赶车 但到拿更合场的时候 牛师前提 突然惊跳 乌煞担心约会掉下来 就用手扶贵 结果上帝当场把他击杀了 看到这一切的大卫就明白了 若侍奉不好约会 很有可能是 所以心里惧怕 不肯将约会运到一路沙冷 以前博士卖人 曾因为上官约会 而一下子丢掉了几万人的性命 撒摩尔上六章十九节 但现在不仅观看的人 连侍奉约会的人都有可能时 大卫该会多么惧怕 所以大卫没有把约会 带回耶路沙冷 而是放在了俄别已动家 但约会在俄别已动家时 上帝大大赤福这个家庭 大卫听到这个消息 就改变心意 将约会接到了城里 撒摩尔记下六章十一节 记录说 耶和华的约会 在加特人俄别以东家中三个月 耶和华赤福给俄别以东 和他的全家 我刚开始读经时 最受感动的部分 就是这个经文 通过这节经文 我确实的知道了 上帝是赤福的上帝 就像这样 我通过读经认识了福音 认识了福音 就看到了前面的路 搞幕会的人 首先要找到路 做生意的人 要想成功 也要发现路 约伯这个人 试图通过自己的智慧 努力与劳苦 让自己的家庭成功 但最后他发现了 唯独在上帝那里才有路 当他明白了 上帝万事都能做 上帝的旨意 不能拦住时 约伯记四十二章二节 才看到了前面的路 在被圣灵充满的人那里 路是开着的 当我觉知 我要明白这话语 我要传这话语 我要为这话语使 为这话语活 为这话语呼吸 为这话语做工的时候 路就开了 话语就是真理 就是道路 耶稣说 求你用真理 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 将我们引入这真理的 就是圣灵 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 被圣灵充满的话 便会看到真理的话语 看到道路 有的人祷告做得很多 也说方言 但他的心 意念与行为不一致 虽然常常立志 要去做什么事情 但心里却一直犹豫 要不要做 结果行动上 也没有什么变化 圣经告诉我们 信心要与行为并行 雅各书二章二十一节 嘴上再怎么说相信 若没有行为跟随的话 这信心就毫无意义 这样的人 好像常常祷告 但却仍旧找不到路 有的人来找我五次 好像自己有什么使命式的大说一通 但说到最后的结论是 想让我从经济上支援他 感谢上帝的事 我一辈子也没有到哪儿祈求过 我在经济方面经受的痛苦 是他人很难想象的 但我一辈子 从未为自己祈求过 开拓教会之后 曾经全家五口人 靠一小袋面粉过五六天 但我从没有向信徒们借过钱 没有钱交学费的时候 宁可中断学业也不起求 没有吃的 宁可饿肚子 没有去探访的车费 宁可走路也不起求 因为我前面有路 圣经里有路 只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才能看见这条路 我们全心全力依靠圣灵的时候 圣灵就把我们引入真理中 告诉我们应该往哪一个方向走 对被圣灵充满的人来说 路是非常清晰的 他很明确的知道自己 一生要说什么话 要舍命做的事是什么 有的人说 牧师 我领受了圣灵 也说风言 但好像得不到圣灵的带领 心意念和行动分散的人 怎么能看见路呢 就好像眼镜与眼镜的距离要恰当 才能看清楚事物一样 意念 心与行动 若不在一条线上 就得不到把我们带进真理的圣灵的人导 对于一生搞幕会的人来说 再没有比得不到圣灵引导还不幸的事了 我们一生都要得到把我们忍入真理的圣灵的带领 第五 圣灵来就会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自己 约翰福音16章7-11节说 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我若不去 宝慧之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就拆他来 他既来了 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 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再见我 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对于罪 耶稣说 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 罪就是不信上帝差来的独生子耶稣基督 对于义 耶稣说 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再见我 我们现在看不到他 是因为父把儿子接到天上去了 父把他带走 是因为不必要再把无罪的义银放在世上 对于审判 耶稣说 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魔鬼已经受了审判 如今就剩下刑罚了 尽管如此 应救属魔鬼的人在魔鬼灭亡的时候 就只能一同灭亡 圣灵教导的义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那么我们怎么能确信耶稣是无罪的上帝的儿子呢 因为耶稣不在世上而在天上 借此我们能够确信他是上帝的儿子 假如耶稣是罪人 上帝就会让他待在我们中间 但因为他没有罪 所以上帝将他升到天上 那么怎么能证明耶稣现在在天上 耶稣应许升天后会赤下圣灵 而实际上圣灵确实降临在我们里面 就像这样 当我们承认耶稣是无罪者的同时 我们靠着他十字架的功劳得救的事实 也就显为不可质疑的事情 我们是见证人 为了什么做见证的见证人 为义做见证的证人 义是什么 有的传道人威胁人们说 有个执事因为没有侍奉好耶稣 后来被车压死了 这不是福音 有的传道人说 我们教会有个执事 在我生日的时候给我买西装 逢年过节总是送给我好几箱水果 后来他赚了很多钱 买了新房 这也不是福音 我们要唯独为义做见证 为义做见证 并不是意味着为某一个人 过着不犯罪的生活而做见证 而是意味着证明唯独耶稣是无罪的 圣灵告诉我们 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世界的王已经受了审判 所以我们不能扔救在他的国度里 圣灵非常关注我们如何抵制世界的王 圣灵既然赐给我们赶鬼的权柄与能力 我们就要常常使用圣徒的权力 第六 领受圣灵的人会成为见证人 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沙玛利亚 直到地级做我的见证 耶稣并没有说 圣灵降临的话 生意就会兴隆 领受圣灵的人 会成为为耶稣做见证的人 关于宝灵师圣灵做的事 耶稣做了以上六点介绍 关于圣灵可能还有很多说明 但那些只是个人生活中出现的体验 而非圣灵来的目的 我们要把耶稣对圣灵的介绍铭记在心 他说圣灵来了 就要为我做见证 圣灵会辩护我 圣灵来了 你们就会成为我的见证人 这就是圣灵降临在世上的任务